2023最新韩剧 超义能足 强势来袭 由于明星演员实在太强大 不得不说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韩剧 因为你将看到每一张脸都是你最熟悉的人 正片开始 两名教师正在屈烟覆势地跟着校长 看到他们点头哈腰就知道校长的权力有多大 连校长的鼻涕纸都双手接着 满脸笑容的男人难道就真的为了讨好校长吗 一个人如何能贬低自己像个狗一样呢 没错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 一场危险正在面临整个选项 而我们的男主小金就是这所学校的高三三班的学生 他似乎就是一个还未觉醒的异能者 因为我们通过几个现象看 首先会坐外太空的梦 总是漂浮的感觉一直无法摆脱 第二他心中一直有着圆周率的数字 虽然他的数字总是错的 将3.1415926说成了3.1468 而且在公交车颠簸的时候 自己简直漂浮起来 脸直接快堆上旁边女孩张喜秀的脸上 第三他必须要疯狂灌水 才能勉强坐到自己的位置 在看到新转校生张喜秀的时候 他又开始漂了 我就知道他喜欢漂 看吧他一直不敢上厕所 不然水排掉 自己又要漂了 很显然张喜秀青春的脸 让小金特别心里蹦蹦乱跳 由于上学迟到他被教导主任罚打扫厕所 与此同时张喜秀正在锻炼跑步 没错他是体育特长生 他最特长的就是跑步 所以他们又见面了 就是这样被安排好了 小金一看到张喜秀就莫名地想漂 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人 为了使自己不被漂起来 他要求将张喜秀的书包也拿给自己背 看来他漂得很严重 两人走出大门的时候 一个扫地的门卫大爷非常奇怪地看着他们 有了三个书包的加持果真稳定多了 所以小伙伴们 如果每天自己漂了 就帮别人拿背包吧 在公交车站他们分开了 小金同学回到家里 妈妈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食物 我们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胖 原来就是让他加重的 而且就是这样胖 还需要更多的沙袋才能压得住自己 妈妈已经觉察到 儿子这次回来表情的异常 是的小金已经对张喜秀同学动了心 不然怎么会老实漂呢 他睡觉的床是在天花板上 而他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妈妈 而他不知道的是 有这样的儿子 肯定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妈妈 一切都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与此同时张喜秀的回家 根本不是因为公交车的方位不同 而是他家里不富裕 想给爸爸省点钱 所以一直要跑路来代替公交 除非时间确实赶上 才会坐一次公交 这样才有了早上的与男主小金的相识 也才有了以后的故事 回到爸爸的小餐馆 我们发现这个爸爸好憨厚 满脸的笑容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在锤子打到自己的手指的时候 一点的疼痛感都没有 一切都太可疑了 小金妈妈这边也拿出 深藏已久的感觉 熟练的拆装才知道 他的故事也同样不简单 他对自己说 故事的画面回到2003年12月 小金妈妈带着行李箱 背着年幼的小小金 走在漫天是雪的路上 他非常警惕着所有的环境 每一个动作都让妈妈十分小心 只有观察安全后 他才会做出第二个行动 所以他的反侦查绝对是专业的 就在吃饭的时候 小小金又开始要挑了 他一脚压住脚灯 然后哭了出来 一个女子独自带着儿子的心酸 只有体肠过的才知道 他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租住了一间破旧房子 当他拿出钱的时候 我都怀疑他的箱子里都是 为了买口吃的 他背着儿子去买肉 因为必须要给儿子增重 不然每天绑着这些沙袋实在难受 老板娘一直提醒着妈妈 不要总是背着孩子 孩子总要自己长大 妈妈要学会放手了 所以一场特殊的训练就开始了 已经七岁的小金到现在只会飘 不会走 连两脚落地的机会都没有 时间又回到2018年 小金满脸鼻血的 同挑副的梦中再次醒来 猪排必须再次安排上 必须再胖一点 妈妈感叹着儿子的心酸 在妈妈的监督之下全部吃完 就在这个时候 房子上几个雨滴 竟然被妈妈听到了 没错 妈妈才是那个真正的异能者 如此细微的声音 她已经尖锐地察觉到了 是下雨 时间回到2017年 这个时候的小金 已经可以正常行走 妈妈的努力没有白费 而小金的偶像也出现了 就是闪电侠 她幻想着自己 也能像闪电侠那样 做个英雄 这天在学校 她看到小同学 在比划着超人 她拿出自己的沙袋 然后爬了上去 在所有人的眼里 像个闪电侠那样 飞了起来 就在小伙伴羡慕的时候 一辆车里的一个男人 看着一切 原来他就是后来的校长 也因为这件事情 那个超人的小孩被摔伤 妈妈知道 必须要让儿子 明白隐藏这些能力 他被罚在暴雨中罚站 一阵狂风将她的围巾 给刮到线杆上 她一下事故 追到天上 幸好妈妈 及时出现了 妈妈 时间回到2018年 小金正在发愣的时候 更加胖的司机 叫住小金赶快上车 而小金此时 还在心心念念 昨天的张喜秀 就在路上 一个黄色的羽坯正在奔驰 没错又是跑步的张喜秀 他们在进入大门的时候 又奇迹般地撞到了一起 一个大男人 被一个小女生给撞飞 简直让张喜秀 惊掉一脸地下了 班主任再次罚他们打扫卫生 来到学校 张喜秀很显然已经 觉察自己身上有了异味 坐在前面的班长也闻到 他只好找到小金 让他借自己衣服 看着楚楚可怜的脸蛋 我都被软化了 更何况这个情都未开的小金 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校服 班长看到自己班里的小修 正在跟踪张喜秀 所以就找到他 让他离转笑声远一点 很显然此刻的小修 还不知道班长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约他到外面打架 而就在此时 被那个体育老师看着一切 就是那个屈炎腹式的老师 双方一交手小修 就被彻底打残了 班长的拳头 竟然将一棵大树 给打得稀巴烂 而他慌张地看着周围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被有心人看在眼里 每一个人的异能都在慢慢觉醒 同时又被另外的人关注着一切 放学的时候班长看到 小金和小张有说有笑的结伴离开 多少是被刺激到了 与此同时张爸爸看到电视 有人被暗杀的行动 他心里露出了一丝的不安 原来肃清行动真的开始 本事已经发生了两起暗杀行动 都是我们最熟悉的杀手解决的 刺杀实在残疑 不建议看原片 一场更大的危险已经靠近了 因为杀手已经查出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圣灵风雪 那么小心这些异能者能够被牵连 而这些异能者又是如何造就 跟着我一起追剧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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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